马拉松这项运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 不过大多数人跑都是穿着鞋 而在资博有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 他跑马拉松却是光着脚 而且这一跑就是十几年 您看前面这几位年轻人是穿鞋跑 后面这位光头大叔那是赤脚如飞不落下风 可真是应了那句话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咱们平时穿鞋走路久了都会磨出水泡 大叔这么快的速度如履平地 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上来的时候肯定是鞋下水泡 甚至是血泡 这层泡退化之后 然后逐渣从前从里面再出来一层皮 那层皮挺很软的 这层皮你再长出来之后 一半年那小十块 也不怕忙也不怕过来 十多年前喜欢户外运动的张大叔 偶然接触到了马拉松 在马拉松赛道上 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也不分专业还是业余 一声枪响万马奔腾 这种感觉让张大叔体会到了跑马最大的快乐 有一次 一名特殊的赤脚马拉松选手 给张大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四季鱼血风霜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训练 张大叔终于赤脚跑出了名堂 在比赛中已经接近了自己穿鞋跑的最好成绩 2016年张大叔获得了全国首届赤脚扮成马拉松第二名的好成绩 这些年大叔还带动了身边很多喜欢运动的人尝试马拉松 铁人三项越野跑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大叔也说 光脚跑也许不适合每个人 但是放下烦恼 回归自然 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适合自己的运动 就是最好的运动 脱掉鞋子 在这个草坪当中 在这个大自然当中 你吃脚放松 鞋子也放松 身体也放松 那只要放松了 这不就回归自然吗 实际上吃脚跑也就是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 这不就回归自然当中